大家要去飛撲橋的時候去撞到牆接殺 但是至少還沒做一個防護了 所以我們真的希望在這邊能夠有一個更安全的一個防護 來保護我們的小選手們 投手練習用的牛棚周圍鑄體用綠色軟墊包覆 厚度卻只有薄薄3公分 比一般10公分厚度的拳雷打牆防撞墊明顯防護不足 之前更是完全沒有防護 基座和捲線器直接外露 市議員陳炳甫擔憂 萬一球員奔跑不慎撞上 恐怕後果不堪設想 這些球員一旦受傷 可能運動生涯一輩子都不夠了 就沒有了 那一樣他山之池可以攻措 非常可惜的是 台北市的新生棒球場 現在次之1050萬正在進行這樣整修 大家看得到 但是卻一樣犯了一樣的錯誤 那早在7月初 我自己就已經特別提出這個問題 希望他們透過不要只有廠商 一定要透過專業的裁判 協會來提供一些建議 做一些補強的措施 安全補強 然後那個棒球協會 這個陳秘書長也在11號 7月11號的時候也跟我們市政府 體育局在那邊辦了一個現場會 提出了幾個建議 但是非常可惜的 我們現在看到目前他們的施工 並沒有照當初的建議來做 而只是這個稍微裝飾一下 為什麼叫裝飾呢 因為現在所有的防護工程 其實是沒有任何保護作用的 所以我們看到棒球場這個部分呢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邊線 這個外野的邊線 那我們這個牛棚的架子就在正旁邊 那這個當然是因為場地的問題 新生棒球場本來就不大 所以沒有辦法 以前這只能在旁邊練習 所以比賽常常跟球員 投手在練球的時候 會造成互相的感染 甚至有安全的問題 所以後來他們這次也決定說 把這個架子做起來 這個出發點無口非是好意 但是畢竟我們還是要注意到這個安全 那當初連這個保護程式完全是沒有 基座是完全外露的 我們待會會提供一個照片給大家看 旁邊的捲簾器 就這個捲網器的那個捲軸 是往外凸的 是往球場內凸的 所以只要我們這邊任何一個選手 在想要接高飛球往外砰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直接撞到柱子 踢到基座 或者是甚至那個捲簾器的捲軸 戳到身體裡面 一般正常標準的棒球場大概是400英尺 我們這邊大概只有不到360英尺 左右兩邊甚至不到290英尺 所以說這比較小的棒球場 可以提供哨棒基哨棒來使用而已 那以前沒有這個牛棚 大家就是在這個球場旁邊 做一個露天的練習而已 那現在裝了這個牛棚以後 我們發現非常之不妥當 因為這個牛棚是屬於一般練習的 練習時候在使用的 結果壓縮到我們正常比賽的球場的時候 這就有點本末倒置 所以我們當時就提供建議 要嘛你就是把它拆除 移到別的地方去架設 要嘛就請麻煩跟我們的全力打牆一樣 做成一個防撞牆 這樣子對選手來講會比較妥適一點 因為像這種桿子 原先他架設的這個六米高的桿子 他本身就比較小 你要厚的防撞墊是沒有辦法去折他的 這種都騙不了人的 那他們說用兩三公分 我要兩三公分的這種防撞墊 說實在的比報紙強不到哪裡 對選手是一點保護作用都沒有 市議員王洪維也指出 當初新竹棒球場因為場地缺失 造成球員受傷甚至可能中斷球員運動生涯 而新生棒球場作為哨棒 青哨棒專用場地 小選手們棒球生涯正要起步 更不容發生任何意外 新竹棒球場 那它的倉促啟用 然後它的整個的施工不夠周詳 而造成了球員的受傷 那我們希望同樣的漢市 不能夠在台北市發生 那我們現在帶大家到球場上來看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待會也可以請媒體朋友更近去拍攝 就是剛才講 包含它的基座的突出 還有它那個卷軸 它的那個桿子是往外凸的 那他們現在看起來都包覆 但是那個包覆非常薄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用目測的方式 牛棚跟這個界外線 大概距離一公尺而已 那大家都知道 球員在球場上一定是非常奮力的拼搏 所以他可能為了要接一個高飛球 他一定會一邊看球一邊退後 那你想想看後面只有一公尺 那球員一定非常容易撞上那個桿子 或者是撞上基座 或者撞上我們剛剛講外露的 這個整個的這個搖桿 那到時候如果受傷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一個場地 所以我們今天請體育局 希望體育局從善如流 體育局則表示會與選手安全作為考量 目前改善工程正逐步進行中 為改善之前球場不會啟用 也不會為開放而趕工 這個場地原定 我們希望在這個月底能夠完工開放 那事實上這兩個這兩座牛棚 這兩座牛棚的外側的外圓的防撞牆 目前也都已經納到工程裡面 我們預計要10座 那現在事實上各位兩位寄座 還有各位媒體朋友看到 事實上我們工地 我們現在場地還是屬於一個工地的狀況 那我們這邊體育局還是會秉持著 在場地開放前 我們一定會將球場裡面 所有會讓球員造成受傷的可能性 我們讓它降到最低 所有的防權防護措施 原本預計該做的 我們一定會做到好 整個做到好 那我們再來做一個開放的動作 那這樣子球員在我們這邊使用的話 我可以更安心 那你保障牆什麼時候要做 我們這個東西原則上 大概會在8月20號左右 因為後續我們就會進來 我們的機器就會進來開始做 因為它有它的工序 我們要從基礎開發開始 那原則上我們不會預設說 一定要趕工在什麼時候之前要完成 然後為了趕工開放而處理 把一些工程做草率的結束 我們一定是把工程做到好 議員表示新生棒球場 因場地較小 不得以情況下 讓牛棚位置 與界外線如此靠近 主管機關就更應該用心防範 避免意外發生 造成球員不可挽回的傷害 維護球員安全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就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